制作步骤很简单 先把砂糖 鸡蛋和植物油倒在一起 简单拌匀 稍微静置一会儿 这里砂糖不太好融化 建议的朋友可以用棉糖 把低筋粉倒在桌子上 围成一个圆 泡打粉 臭粉和吉士粉 通通倒进去 简单拌匀 在中间挖个大坑 全部倒进去 面粉铲上去 接着揉匀就行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呀 最后把水倒进去 再次整形成团 最后像这种软硬度就可以了 用擀面杖擀开的同时 记得把四边整形整形 最后高度保持1.5到2厘米 长30厘米 宽20厘米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 均匀分割大小 我分的是长5厘米 滑出印子 切开 宽是1.5厘米 再切开 我爹说我切得歪到北半球了 于是就亲自上阵了 给你们也删删吧 不客气不客气 头头臂点个关注就行了 切完就是这样了 刷一层鸡蛋液 刷完后稍微晾干一下 再刷一次 最后撒上预烤后的白芝麻 这样会更香哦 烤箱温度大家调低一些 60升烤箱参烤温度 上火170度 下火160 中下层30分钟 抢到烤盘上 均匀摆开 烤点心饼干时切记 要低温慢烤 时间快到的话 可以随意打开烤箱们 查看颜色 表面上色后就出炉 这个是没加几时粉的 这个是加了几时粉的 如果想做厚一些 可以把高度保持来3公分多 做出来就会是这样子 配方是高油高糖的 吃几个尝尝味就行了 平时可以密封保存放很久 视频之后想问一下大家 东北还有啥好吃的吗 自从我吃了这两个哈尔贝红浪 彻底爱上了